树民之大 百姓是头家 欢迎收看树民大头家 来关心啊 这个大法官要来辩论死刑的存废问题 废死律师就呛瞎了 说被害者没有复仇的权利 但几个绿营精英 就能够决定正义的底线在哪里吗 另外赖青的提到 抬要第二次的能源转型 但现在连轻率的童子仙 都已经转向了 他说不用反核 他说暖化是公敌 但是核能不是 那我们的政策是否也应该要调整呢 我们今天都要一起来讨论 问家来宾第一位是前立委郑立文 大家好 立法委员王鸿威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台北市议员侯瀚婷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以及资深媒体员郑诗诚 远宜 大家好 因为有37个死囚 认为死刑违宪申请示宪 今天宪法法庭召开了言辞辩论庭 死囚的委托律师们猛批死刑违宪 还说过去大法官已经三度认定 死刑和宪的解释都已经不合时宜了 我们来看到死囚的律师李念祖 他怎么说呢 他说被害人是没有复仇的权利 法官也没有杀人的权利 死刑增加贺阻只是一种猜测而已 法律既然不允许人民报复 那这个所谓的硬报的说法 也只是自意的不理性而已 所以在这个律师的心目当中 寻求正义难道就等于是不理性吗 好 另外一位死囚的律师 这个李轩逸他说 每个人过去在母亲的子宫里都是天使 那要思考为什么他们会变成撒旦呢 为何要杀掉一个堕落的天使 死刑会让国家怠惰 不能够心疼被害者就支持死刑啊 所以是怪老百姓太试杀吗 好 如果说呢 国家可以不怠惰的时候 我们大家在讨论要不要废死刑吗 既然国家都怠惰了 那我们还要在这个时候讨论废死吗 好 另外呢 监伟高永成 我们不是才刚刚讨论他吗 他今天他也跑来了 他说废死是国际的趋势 台湾曾经受到威权的统治 像立陶宛也受到苏联统治一样 但目前立陶宛已经废死了 所以台湾也应该要废死 这个逻辑我有点不太了解 所以废死也可以跟风吗 因为立陶宛废死 所以台湾叫废死 这个逻辑不知道是怎么来的 好 那么与会的学者代表呢 这位郑善应他就说了 其实呢 日本啊 每两三年就会进行死刑的民调 当民意有共事的时候 才会来讨论废死 那么台湾呢 就只为了几个空洞 但是有死刑危险的利基点 就想要来废死 恐怕会造成社会的动荡 这一批死刑 其实很多人都是犯了很多的法律 才会走到今天的这一步的不是吗 另外呢 这个台南殉职远景的这个大姐 她也出来说话 她说死刑的存废 其实是影响到全体的国民啊 应该要由代表民意的立法机关来讨论 怎么会是由清定的极少数人来决定呢 死刑不应该作为政治书成 或者是孤民调域的工具啊 好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事实上呢 近年来有关于死刑 做过非常多的民意调查 那么到了2022年 中正大学犯罪研究所中心的民调呢 还有高达八成的人是反对废死的 而到2023年 ET Today的民调呢 是有高达73.5%的人 还是反对废除死刑 最近啊 这个35年 平均七成以上都是反对废死的 好 但是这位死刑的律师呢 李建飞他说 民调是有偏差的 国发会的调查 如果改成是终身监禁的时候 那反废死的就会降到 只剩下51.8%哦 所以多数人反废死 这样那个说法 只是一个简化的说法而已 但按照他的这个说法 其实就算是改成了 叫做可以变成是死刑 变成终身监禁 变成只有51.8%的人来 这个认为反废死的时候 不是还是超过了半数的人 等于是多数的意见吗 好 这位李建飞还说啊 法国的大文豪余果在1848年的时候 说过死刑是野蛮的永恒标签 那么要求宪法法庭宣告死刑违宪 来终结以报制报 要拿一个余果奖的话 来制定中华民国的法律 到底适不适合呢 好了 但是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一次啊 不是只有呢 我们看到这个叫做 这个大法官的意见啦 他们也说呢 要让这个参考法庭 只有我们可以表达他们的意见 所以那到底哪些人是法庭之友呢 列出了这个叙许多多的名单 总共有12组的法庭之友 但来看看这个叫做 人权公约监督联盟 这个联盟是什么联盟呢 原来这个联盟就是后面这几个 司改会加废死联盟 加上冤狱平反协会 加上国际特色组织 再加上人权组织 人权促进会 这五个团体组成了一个叫做 人权公约监督联盟 那怎么知道 五个团体已经参加了 这个团体又再来参加一个呢 那不是这些人通通都有两票吗 大家都可以 假装我是人权公约监督联盟 我发表一个意见 然后我又是司改会 再来发表一份意见 是这样子吗 王宏威委员就说了 法庭之友的鉴定单位 是监察院人权委员会 法庭之友的意见书里面 有14个都是支持废死的 要五位强调废死 不需要配套 到底这些人是所谓的法庭之友呢 还是其实根本就是废死之友呢 好我们看到呢 废死律师说 被害人没有复仇的权利 法官没有杀人的权利 但这样子一路看起来 难道现在只剩下 这个犯罪者的权利最重要 最需要被保护了吗 立文怎么看 其实废死在全世界第一个 它算不算是一个趋势呢 那废死是在欧洲 你要参加欧盟的国家 有一个前提 就是你必须要废除死刑 才能够参加欧盟 所以在欧洲的国家 尤其是西欧 现在因为欧盟已经扩张到 很多的一些东欧南欧的国家 所以在欧洲没有死刑 但是在欧洲以外呢 包括像在美国 有些州有 有些州没有 所以其实在美国 还有很多州 都还是有死刑的 换句话说 出了欧洲之后 绝大部分的地区 都是有死刑的 所以你不能说 因为欧洲废死 这就叫做趋势 这就叫做历史的必然 那这背后呢 当然就隐含了 非常强烈的一种 欧洲中心主义 就是欧洲人说是对的 说是好的 就是对的 就是好的 那这里头有非常严重的 一种文化的歧视在里面 跟在欧洲的一个 文化优越感在里头 所以呢 在台湾 为什么政府 也会开始重视 费死的话题 就是因为欧洲 来自欧盟 非常强力的一个政治拉比 这么多年来 欧盟对于台湾 尤其是 其实就是欧洲以外的国家 最强力拉比的两大议题 一个就是节能减碳 这个全球暖化的相关议题 另外一个就是费死 所以这也是在欧洲 强大的一个压力 跟一个说服力之下 在进行的一个运动 但是如果你今天说我们费死 就把它当作是一个文明 跟野蛮的象征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讨论 未免太廉价 太偷懒 太便宜行事了 因为这中间其实有 非常非常复杂的因素在里面 那当时的欧洲 开始讨论费死 是在一百多年前 在19世纪的时候 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个讨论 那无非是因为 大家事实上也都看过小说 看过电影 在早期的欧洲的那种断头台 然后在处死的时候 其实就是在最热闹的地方 处死给所有人看 大家还爱看得要命 对不对 感觉那个观众都是很嗜血的 用这种东西来起一个 杀鸡儆猴的效果 更何况一百多年前的审判 一定有非常多的冤狱 那当时有权有势的人 是不是就把他的心目中的对手 敌人 看不顺眼的人 就无罪的入狱 然后直接就上断头台 这些在那个年代 一定是相当的司空见惯 所以在那样的年代来讲 死刑的冤狱的比例 是非常的高的 政治的判决的比例 是非常的高的 还有死刑的执行 的确以我们现代人的角度来看 是很血腥的 是很野蛮的 所以一直到了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欧洲的国家才开始 更快速的脚步 那这当然有时候发生了 一个重大的案子 然后呢 其实就是一个冤狱嘛 那你就会在那个时刻 引起这个社会高度的 对死刑的一种反思 那再加上有人在推波助澜啦 所以我刚刚讲到 就是说你今天这个 费死运动的发源 跟真正推行的最彻底的 其实是在欧洲 那这个东西 你对一个重大的 司法的变革 你都要去讨论 这个司法在我们的社会里面 它到底是扮演的 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我们大家都理解 法律扮演的是一个 最低的道德底线 所以我们在法律上的要求 其实是最低的 我们常常讲情理法 法律的要求是最低的 就是你不要违法就好了 所以 譬如说你回家跟你妈妈说谎 这是违反道德的 妈妈会说 你这死小孩 谁知道你是可以说谎 说谎对不对 可是你这个不能把他说 我就把你抓去警察局 把我这个小孩关起来 他没有违法 所以道德跟法律的要求 是不一样的 我们对政治人物的要求 也会比较高 那如果违法还得了 违法要抓去关的是要办的 但是我们对政治人物 尤其是越高的政治人物 对道德的要求 是会越高的 所以在这边 你今天要求废除死刑 你要扮演的是一个 如果如废死运动的人 所标榜的 你要扮演的是一个进步的 是一个摆脱退步文明的 那你就是把法律 变成是一个比当下的道德 还要更高的一个标准 这个东西不是法律 应该要扮演的角色 您懂我的意思吗 因为现在在台湾 所有的民调都一面倒 高达八成以上的人 不赞成要废死 所以这个东西 离废死的运动 要讨论形成一个社会的共识 还非常的遥远 即便在欧洲 因为在欧洲 其实也都是精英通过的 即便在欧洲 已经通过废死的 这些社会里面 你去做民调 其实也都有高达六七成的人 是反对废死 是赞成死刑的 就即便在有废除死刑的 欧洲的国家 你去做民调 都是如此 更何况在台湾 它是一个离社会共识 还很遥远的地方 然后你今天 你不能够主张费死的人 就说 哎呀 因为你们这些 主张继续有死刑的人 都是没水准的 你们都是野蛮的 这个讨论 其实我觉得 你本身自己 就是我刚刚说的 被欧洲中心主义 欧洲优越感 所影响的嘛 那你一个法律 如果脱离了 这个社会大多数人 所共同认同的道德 跟共识的话 这个法律会严重的被质疑 他应该扮演的这些角色 这个法律的功能 很可能会造成社会的动乱 跟造成更严重的社会问题 而不是解决社会争议 解决社会纷争的 基本的价值跟工具 我举一个刚好相反的例子 美国为什么会打仗 南北战争 因为当时最高法院大法官 做了一个判决 违反了当时 因为你人类的 我们的这个社会的共识 是会演进的嘛 他做了一个判决什么 做了一个判决就是 黑人是财产 黑人是财产 他没有人格 他没有人权 那所以当时在北方就觉得说 那就只有打仗了 因为如果结果法院 都做这种判决了 那我只能打仗了 不然怎么办 所以你不能够违背 这个社会共识太遥远 你要嘛 你不能够太落后 但是你也不能说 如果就上他们脚的 好啦 就算你讲的 费死是先进好了 你也不能这么的进步嘛 你不能够到今天台湾 好我们都还没有看过 什么叫做无人车 然后你就要规定说 你这些所有 你懂我的意思吗 你不可能在50年前 没有人懂得什么叫做是 全球暖化的时候 你就说你这些人 烧石油的车 通通不能在车上 通通不能在道路上跑 因为这是进步先进啊 你们不相信对不对 50年后 100年后 你们就会知道 这是世界的趋势 你不可能做这样的一个规定嘛 所以我刚刚讲了 就是这些主张费死的人 你不能够脱节台湾的民意 台湾社会的共识 尤其我刚举例了 他们之所以会在那个时候 通过费死 通常都是因为社会 发生了很多重大的案件 一时的那样的一个氛围 那台湾现在刚好相反 台湾现在刚好是在治安 一直不断败坏 人们期待法律司法 要发挥更强的功能的时刻 那个反对费死的声浪跟感受 是更强的 所以我是希望大法官 不要完全背离的 这个社会的共识跟民意 然后自以为是 觉得自己非常的高人一等 然后高高在上 然后就要做 什么样子的这样一个决定 我觉得这个东西 其实是反而破坏了 一个法律体系 应该在社会里面 所扮演的角色 其实这次要决定 死刑存废的宪法法庭 还没有召开 其实已经受到了 不少人的质疑 除了这些人 这个大法官们 通通都是民进党政府 所提名的之外 更重要的其实是因为 这些人大法官 不少人过去 都曾经公开力挺 肺死 而另外一个 让民众诟病的是 这15个大法官当中 除了有三个 因为曾经有帮死囚辩护 必须要回避之外 那么宣告死刑违宪 竟然只需要7票 就能够通过 可是审案的12个法官 里面有6个人 最晚在今年10月 就要卸任了 所以今天与会的 法律学者郑善应就说了 日本可是每两三年 就做一次死刑的民调 要到社会民意 产生共事的时候 才开始讨论废死 但反观台湾 好像是哪几个 法律的漏洞 就想要来废死 难道不会造成 社会的对立吗 30年来反废死的民意 从来都没有低于7成过 而几个不具有民意 而且意识形态 非常鲜明的代退法官 就要来决定死刑的存废 就要决定到底什么 才是终极的正义吗 汉您怎么看 先跟大家报告 我感冒了 所以声音会比较温柔 但是我们的司法院 对人民却不温柔 很残忍 我们不知道 最终辩论结果如何 但整个过程 就充满了不正义 大法官全是民进党提名的 蔡英文2011年 2012年就已经说了 废死是普世价值 他所提名的 难道会是跟他立场 不一样的人吗 15名大法官当中 3名曾经帮死囚辩护过 现在要回避 另外还有7名的大法官 都是公开立场表态 支持废死 现在广征所谓的 法庭之友意见书 收来了15份意见书当中 14个团体 全部都是挺废死的 另外那一份是国民党 那请问这能够代表 广大的多数民意吗 这不就是电影的那句台词 裁判 主政 庞政 求政 都是我的人 你怎么跟我斗 这根本不需要辩论 辩论之前就是 所有的人 通通都是支持废死的 这几乎就是走个流程 走个形式而已 审案的12名法官 有6个人最晚10月就要退休了 一个再过不久就要滚蛋的人 他能够体察最新的民意吗 这所谓14个团体听起来很多 但是他能够代表 8成以上的台湾民意吗 所以民进党在此刻讨论 目的也很简单 如果真的推动成功了 能够对自己的支持者交代 另外的台湾人不高兴 但是距离投票还早嘛 到时候你早就忘记了 如果民进党真的认为废死 是应该光明正大要拿出来讲的 为什么选前没人敢提呢 赖清德选前有谈废死吗 没有啊 每一个民进党的在地立委 他有提废死吗 没有啊 因为他知道提了就选不上 可是呢当选之后呢 那没关系 我们交由这所谓的法庭之友 交给所谓的大法官 交给这些奇奇怪怪的法界人士 竟然他们的意见比立法委员还要高 他们不用受到民意的托付 他们也无从受到民意的监督 这样来决定台湾人多数所使用的法律 到底所谓的正当性又从何而来呢 那目前为止反对死刑最大力的主张 不外乎是讲可能会有冤狱啊 像这一次有一名发起的 他就是几十年前疑似涉案 他一直强调自己是被冤枉的 好 冤枉的应该要加强的是调查 应该要加强的是办案技术 跟你怎么判有什么关系呢 确实如果是冤案了 然后网杀 这当然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但是要请问 那对于罪证确凿 比如说证结 请问又为什么不能判他死刑呢 冤案的不能判死 好我同意 我们不能确定谁是冤案 但有一些罪证确凿的证结 又为什么不能判死呢 现在这些讲说 我们应该要更关心 就是国家为什么会养出杀人犯 为什么会有这些作恶多端的人 但是我们思考我们的治安如何强化 教育如何强化 跟我们要不要惩罚这个人 这完全是两回事啊 那我们在思考要不要这个加强教育 跟加强治安 那难道那你无期徒刑也不需要吗 那这个有期徒刑也不需要吗 照你的这个逻辑 照目前支持废死的逻辑 哎呀你看 这死刑是一种所谓的怠惰 因为你就判他死 你就不会思考怎么样来加强治安 是这样吗 照你的逻辑 无期徒刑也是怠惰 有期徒刑也是怠惰 罚钱也是怠惰 那是不是我们刑法通通都要废掉了呢 所以当然不是 那过去以来民进党为什么长期会跟费死挂钩 刚才立文姐有讲 就是因为早年民进党的这一群人啊 干嘛 他觉得害怕被国民党枪决嘛 讲白了就是如此 因为他们就是一群要搞台独的 担心戒严时期 担心在小蒋时期 自己动不动就犯了军法 就被抓去枪毙 所以呢 才引进这些海外的学者 引进国际的理论 当初最早反费死的目的是什么 根本不是为了保护这些 名不见经传的普通老百姓 就是保护民进党的这些所谓的前辈 让他呢 骂完蒋中正 骂完蒋经国 然后开始搞台独 开始丢炸弹的时候 人权很重要啊 这个不能杀死我啊 最早的源头是这样 但是现在呢 到了和平年代的时候 这一群人干嘛 就开始真的装模作样 自己以为自己讲的人权 好像就比较高尚 实际上 这就如同前面所说 这是一种西方价值的中心论 你凭什么觉得自己是比较高尚的呢 当你觉得自己是一种比较高尚 比较进步 比较了不起的时候 这不就是另外一种的不平等 这不就是另外一种傲慢的表现吗 所以这一群支持费死的人 你们要讲的话 你们就在海外去讲 随便你们就到欧洲去讲 因为各自有各自的宗教跟文化观点 但至少在我们中华文化的土地上 要在台湾推广费死 那还真的就是下辈子吧 其实我补充一下 我真的是忍不住要讲 我觉得欧洲人 这次非常的伪善的 刚刚汉廷讲了一句话 叫做国家要不要支持杀人犯 那国家直接杀人呢 还有什么比战争杀的人更多 而且死的都是无辜的人 这些人死之前你有审判过他吗 他有犯过罪吗 都没有啊 那你为什么要去鼓动乌克兰 参与一个战争 然后让乌克兰死伤无数呢 这个比你废死要死的人更多吧 用死刑要杀的人更多吧 你为什么无穷无尽的去支持以色列 这样子对巴勒斯坦人进行灭族的 这样的一个种族的 一个灭绝的行动呢 我觉得当欧洲人你觉得就说 我们每一个生命都这么的宝贵的时候 那你最彻底的表现 就是对和平的坚守价值 彻底的反对战争 更不要讲说是 别人小孩死不得了 叫别人去战都死 台死别人都不要紧 我觉得这个东西让我觉得 你这个欧洲人这样子太伪善了啦 然后说你比较高尚 你哪有比较高尚 你到全世界去点燃战火 然后去跟人家 鼓励人家继续去做这种灭族的活动 这样有比较高尚吗 我真的是看不出来 看起来真的是蛮伪善的 好 但其实这次的宪法法庭要判定死刑是否合线 除了会有死球律师的言辞辩论之外 刚也提到了就要参考所谓的法庭之友的意见书 但是我们就攀开这15组入选的法庭之友的名单 除了国民党很明确的他们是反对废死之外 其他的14个团体都明确的要挺废死 像是废死联盟多次公开表示死刑不能够贺处犯罪 死刑不能够代表被害者的正义 好了 还有个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 刚讲过了这个联盟是什么呢 就是废死联盟加私改会加冤狱平反协会等等 有几十个废死的组织一起组成的一个联盟 更不用说有法庭之友在意见书上就说了 死刑是违宪的 可是我也反对用终身监禁来取代死刑 因为不能够假释的无奇徒刑 其实也有为人性的尊严 所以网友就说了 搞了一堆不具有民意基础 然后在司法这个小圈圈里面恶搞的人 安插自己人在里面球员兼裁判 这难道根本就是想要打假球吗 我们要请教一下洪威委员 因为过去其实死刑事件过三次了 过去每一次都说核线 只有现在这次又卷土重来 难道非要事到废死过关为止吗 还有人在怀疑说 是不是某人的什么叫做卸任礼物之类的吗 过去就是死刑到底核不核线 经过三次的视线 都是事上都是确定核线 但是为什么这次卷土重来 而且让很多的支持废死的团体 感到非常的兴奋 那而且这次他们也非常积极的去参与各种意见的表达 那所以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过去所有的民调里面 我们在民间里面在人民里面反对费死 其实都在八成以上甚至有的更高 可是为什么在这次的这个所谓的法庭之友 里面事实上有17个所谓的法庭之友 它包含是一些团体 民间团体还包含个人 你可以去申请 那么真正最后就是说来做这个检验筛检的 是由监察院的人权调查委员会 所以我来讲说 对不是司法院来那个 来决定谁是法庭之友 但是你可以看到连监察院的人权调查委员会 事实上在他们的一个筛检的过程里面 好像也是刻意的筛检 那么在到目前为止 所有的意见书里面 只有一位就是国民党立委 翁晓琳提出反对 其他没有 而且有一些的这个言论非常非常的极端 就如同刚才主持人所说的 连就说如果费死 要不要有配套措施 他们通通反对 他们反对就是那个 就是不得假释 反对无期徒刑 什么都反对 那大家会觉得很奇怪 今天为什么千挑万选 跟我们的民意可以差这么多呢 当然我觉得这是一个完整 超完美的一个配套 那么事实上除了法庭之友 未来最关键的就是在大法官 刚刚讲说大法官有一些人会回避 其实我在之前就有帮大家整理过 我们目前有15名大法官 全部由蔡英文来那个提名的 对不对 也就全部都是执行蔡英文的旨意 15名大法官里面 有高达9名的大法官 他们过去事实上是有非常明确的 费死的言论 或者他们参加一些费死的行动 他们有的还是参加这些活动的 好 所以未来整个大法官 他们来做这个解释宪法的时候 其实这个命运几乎都可以确定了 那从今天开始 就是这个法院的辩论庭之外 接下来在三个月内 他们必须去做出示宪 也就是最快的话 在520之前5月17号 那么可能赖清德 就是未来的总统 就会收到一份大礼了 这个大礼就是可能 整个的大法官 做成一个死刑事违宪 那么可能在520之前就做出来 不然的话 也是在赖清德 当没有多久 也会做出这样的视线 所以我要讲的是 你可以看到 这整个的一出事上是 蔡英文某一个程度 她想要完成 她自己的一个历史使命 所以在大法官的临选里面 她找来找去 15个里面 她可以找9个费死 所以很奇怪 我也不相信 所有的这个司法的 这个司法界 全部都是支持费死 怎么你千挑万选 可以找到这个过半数 而且过半数很多的 大法官都是支持费死 然后在这一届 也就是蔡英文 她在任内结束之前 那么大法官 是有可能在这个前后 做出解释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 就要考验赖清德 自己本身的智慧 如果今天 不具民意基础的大法官 他做出一个 跟全台湾民意对着干的 一个就是费死 的一个最后的结论 那你想想看 在台湾的民意里面 会造成多大的波澜 我深的讲 如果你们这样的执意 就是明明有大概八成的民众 根本都是支持死刑 但是你们还是要费死 未来的公民不服从的运动 我相信就会从此开始 好 死囚的委托辩护律师 今天在这个宪法法庭上说 国家的义务是 要用平等 把每个国民都涌入怀中 不能够因为心疼被害者 就去支持死刑 但我们要问的是 我们的政府 有心疼过被害者吗 先不说过去四年 台湾其实已经是零判死 也零执行 等同是实质废死的 那么事实上呢 到现在包括37年前 震惊社会的陆正的撕票案 现在已经高龄 82岁的陆爸爸 他也痛批说 凶险已经死刑定验这么久了 难道不应该早点辅法吗 认为政府拖延执行 其实在惩罚的是被害者的家属 陆爸爸还说呢 他过去到这个道庭的时候 去参与审讯 结果呢 这个凶险的辩护律师 竟然指着他鼻子骂他 说将来上帝会审判你啊 然后还有被告的家属 在庭外呛他说 养子不教父之过 他是怎么样 就是难道是说 你没有把陆正交到 很会保护自己 这是你的错吗 好了 但是明明苦主是受害的家属 怎么会是这个辩护律师啊 然后呢凶险的家属反过来 检讨被害人呢 那谁来心疼他们呢 好了 今天呢 这个废死律师说 死刑的应报的说法 是民众自意的不理性 可是我们就想问 现在有37个死囚 难道他们通通都是 无辜的冤案吗 不是已经审了又审 审了再审吗 好 大家都只想说 凶手呢 能够为自己的错误的行为 负起责任嘛 但怎么现在呢 好像我们希望凶手 能够负责这件事情 变成是我们又试杀 然后又野蛮 又不理性吗 施誠哥怎么看 你知道如果这次废死 真的成功的话 不只这些人 这个受害者家属负责任 我们以后又可能 拿我们的命来负责任 这是问题最大的关键 刚刚主持人谈到 最近这四年 没有判处死刑 你知道要判处死刑 要打到三审定验 三审定验通常是重大刑案 然后呢我们的法官最后 那句话都要喝杯了 叫做尚有教化之可能 连无期徒刑都很少判 了不起判个十来年 有期徒刑 然后呢我们无期徒刑 还是可以假释的 你知道吗 我们这个判下结果 刚讲到37个 其中呢一个死刑定验 没有枪决的24年 其中唯一的女性受刑人 你知道吗 这个人不要讲名字了 杀妈妈 杀老公 杀婆婆 就为了拿到保险费 那这样的人 不用判死刑 我们的社会 未来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 我过去开个玩笑说 现在呢杀人者 被杀的一定死掉 但是呢杀人者 不一定判死刑 以后没有了 被杀的一定死 但是呢杀人的一定不会死 因为我们没有死刑 刚立文讲到重点 美国是最民主自由的国家 50个州判死刑 没判死刑的 各不一样 你知道吗 美国发生很多案例 我为了处理这个人 把这个人干掉 我跑到一个没有死刑的州 去把它处理掉 结果这个州就不能判死刑 最近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那个辛普森杀妻案 辛普森最近过世了 你知道当年 他的案子 全美国人都知道 他杀了老婆 可是呢因为取证的 有问题 所以他并没有被判刑 美国这么自由的国家 都有很多地方 还要照判死刑 我们这个国家 你知道吗 把这个法律凌驾在道德之上 你在开什么玩笑 到底在开什么玩笑 以后如果是加害者 哎呦 没死刑啊 对不对 我就跟法律赌一把 我就把被害人杀掉了 到时候看没有死刑 我就算有死 以后呢 我就是第一个 我就可以逃过一劫 第二个呢 我们这个国家 因为没有死刑了 我把被害者杀掉以后 我自己绝对不会死 我一定要玩最后一把 这就是问题的所在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台电总经理王耀廷 演了一场请辞大秀 暗批台湾的老百姓太自私 结果呢 台北市的大安区到下午又停电了 好了 这个罗志强委员就说了 有一些地方呢 是一整栋大楼 从下午停电到晚上的九点 民众都很担心啊 家里面有长辈带着呼吸器啊 到底该怎么维持呢 好 我们就来看这个台电的总经理 王耀廷 他到底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啊 社会只想要晶圆厂 不要发电厂 世界定下了2050净零排放 那发展率呢 能够不做吗 就像非核家园的政策一出来呢 台电就立刻规划 这个发电机组 结果呢 却遭到还评给卡关了 都是因为地方政府不给证照啊 那你要我们台电怎么做吗 好 大家其实不是反对盖电厂 而是担心呢 这个伤害环境啊 人体健康的这个火力发电厂嘛 结果呢 现在好像呢 是变成是刁民了吗 好 我们看到事实上 不是只有老百姓担心说 是不是我们的电力是不够的 连日经亚洲最近的报道都说啊 台湾的能源政策 应该要来调整策略了 来回应人民对于 稳定能源供应的需求 蔡英文上任的时候啊 水风光电只有4.8% 2022再生能源还是只有8%而已啊 没有达到2025目标20%的绿电 而2018当时呢 以核氧绿的公投显示 民众希望可以保持核电厂的 可是绿营却持续推动 2025要全面的来停止核电 那这个日经亚洲就呼吁了 说赖清德应该要和在野合作 重新来评估核电的政策 才符合台湾长远的能源 还有经济需求啊 这个是外国人讲的 这个不是在野党讲的哦 好 过去呢 被这个赖清德视为是 格魁第一人选色彩也轻绿的 童子贤 昨天在一场演讲 他公开表示 我30年前也是热心的反核人士 但是10年前我注意到了全球暖化 这两三年慢慢的想清楚了 暖化是人类的公敌 但核能不是 核能可以是绿能的盟友而非敌人 核能是一种技术 核能为何不能够像航空业一样 努力训练来提升技术 定好良好的管理机制呢 台湾80%发电靠煤 靠天然气靠燃油 导致我们的碳排指数居高不下 他认为台湾要有所准备 否则很多产业的发展 恐怕受到限制 将会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我们事实上看到了 赖清德也公布 他上任之后 要启动第二次的能源转型 他提到的包括有 加速地热 氢能 升职能 以及海洋能等等的再生能源 但是大家都很关心的就是 那这二次能源转型 难道不能够把核电也给加进去吗 童子贤 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企业老板而已 他过去就跟赖清德非常交好 是民进党智库基金会的二把手 也被赖清德曾经是 视为是一个隔魁的潜在的人选 如果连过去自成反核的童子贤 他现在都转向肯定核电 认为核能可以是绿能的盟友 而非敌人的时候 那未来赖清德能不能够抛掉 他的意识形态 修正我们的能源政策呢 立文怎么看 其实这个台电总经理讲的 就过去呢 第一个我要回应的跟大家说明的 就是说台湾呢 我觉得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就是过去这三四十年来 台湾的确有很多的环保团体 是无限上纲 意识形态 如果按照这些环保团体的要求 台湾就通通都不用发电了 因为没有一个电是真正干净的 不会对环境造成冲击 那更不要讲像环保联盟 这样子的一个非常老牌的 而且非常有力道的环保团体 已经长期以来意识形态化 变成最深绿铁杆深绿的一群人 那这些人呢 在每一次对环保议题发生的时候 或采取行动的时候 都要先考虑一下 对民进党是好还是坏 都一定要先考虑蓝绿 已经高度的政治化 要不然就是高度的意识形态化 我们不可能回到一个 完全都不用任何电的时代 所以我们一直在讨论的 是什么才是最合理的能源配置 什么才是最合理的能源政策 因为台湾不产任何能源 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那什么叫做合理的配置呢 比如说我们说要用核电 我跟佟子贤一样 三十年前也是反核 但是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就是科学是会进步的 那今天我们说要核电 台湾没有真正永和的人 台湾没有 台湾这些说要用核电的人 也不过只是很卑微的主张 这些有很安全 过去有很完美记录的核二核三 为什么不让它研溢呢 全世界的核电厂都可以研溢啊 第二个 已经盖好的新的核四厂 它已经盖好了嘛 为什么不用呢 台湾没有真正永和的 台湾没有人主张说 台湾的发电百分之百 或超过百分之八十要用核电 没有 也就一个很卑微的 现有的核电厂 既安全又好用 为什么不用 就这么简单而已 所以现有的核电厂弄下去 台湾也不过核电 顶多占百分之二十的发电量而已 但是有这百分之二十 我们就可以淘汰掉 那个高污染的化石燃料燃煤发电嘛 就这么简单 没有人说我们要百分之百的核电 台湾现在就不可能啊 也没有人说我们通通不要绿电 所有可能的绿电 我们都要竭尽所能的去发展 但是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 为什么乙和养绿的意思就是 县城的便宜的干净的安全的核电 你为什么不要呢 绿电是可以很好的发展的 但是在民进党执政底下 想要亚苗助长的绿电就是走歪了嘛 现在全世界最大的新能源国家 是哪一个国家 第一名的在我们隔壁是中国大陆 可是我们却不愿意跟中国大陆在这方面 有任何的合作 有任何的交流 你不是要绿电吗 民进党 因为我们现在的经济要求的就是永续进行 因为中国大陆跟台湾很类似 也是不产能源了 高度依赖进口的石油 进口的煤这些能源 对一个国家的国家安全来讲 当然是重大的问题 第二就是有全球暖化的问题嘛 你过去中国这么的穷 现在发展起来会制造非常多的污染 所以现在中国要整个把他们的 等于是他们的产业革命 要用新的能源 所以现在中国用 我刚刚说的第一名嘛 光电也第一名 风电也第一名 核能也要第一名了 你有看到中国大陆说 我们全部通通都要靠核电吗 我们全部都靠太阳能吗 我们全部通通都靠风力发电吗 不是嘛 大家在讨论的是一个合理的 对台湾最有效的能源配比 就是现在 佟子贤在讲的 所以赖清德上台了之后 他也非要改说 他说要二次能源转型啊 问题是你要转到哪里去啊 你转来转去转 我们头都晕了 泪耗了半天 你就应该用科学的态度 不要有意识形态的设限 所有能够用的安全干净的发电 我们都要全力的去发展 而不是只是把核能打一个差嘛 这就是你一个最大最大的盲点跟错误 所以二次能源发展 是不是还拒绝的核能 那就不理性了嘛 台湾这个能源的问题 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 如果民进党没有办法 带着台湾理性的面对的话 未来我们的子孙将会付出 非常庞大跟惨重的代价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到树梅大头家 不是只有佟子贤提醒我们的政府 日经亚洲写了报道 他说台湾的能源政策必须调整策略 因为蔡英文上任的时候 台湾的绿电是4.8% 但到2022再生能源的占比 还是只有8% 在2025飞和家园 2020%的绿电的目标是确定跳票的 日经亚洲就建议赖清德 应该要和在野党合作 来重新评估核电政策 那昨天赖清德宣告 他上任之后要推动 这个叫做近零转型的五大策略 还有启动第二次的能源转型 要加速的包括有地热 氢能 升职源 海洋能等等这一类的再生能源 但大家都知道 依照台湾的天然环境 绿电恐怕是没有办法 当成是基载电力的 那现在佟子贤还有日经亚洲 都告诉大家说 对台湾的能源路线提出建议 赖清德的第二次能源转型之路 是不是也应该考虑 把核电加入其中呢 汉你怎么看 赖清德要不要加入核电 当然不要 因为台湾就应该要如同以前 815跳电停电一样 要好好的发生几次 才能够让民进党觉得痛 才能够让多数的民进党支持者觉醒 如果没有多停电跳电几次的话 民进党的支持者可能就信了 一下这个设备故障 一下又小动物 一下又天灾 对吧 他们只有一直停一直跳 才能够让他们相信 真的是缺电 否则的话是不会醒的 是什么 能够打脸现实主义 能够打脸理想主义的 就是冰冷冷的现实 能够叫醒做梦的人呢 那就是闹钟 所以能够打脸民进党的是什么 那就是黑夜 就是跳电 就是没有灯 所以你怎么样才能够叫醒这些民进党死终的支持者呢 那就是让他没有电嘛 让他没有电之后 他还能够哇哇叫叫到什么时候 你就让他继续喊 哎呀那是因为爱不够 我们要用爱发电 他发得出来吗 发不出来嘛 所以那些所谓反核的环保团体 这自从2017年815大停电之后 他就再也不上街了 他就再也不出来讲话了 一方面当然是因为他们执政了 二方面是什么呢 就他们自己也知道 糟糕了 这继续喊什么用爱发电 只会成为别人的笑柄 所以现阶段赖清德很明显 就是两个选择 第一个呢 就是继续的猛操台电 在电力不足的状况之下 反正死命的操基层人员 你就想尽办法 一个盖子三个锅 想尽办法去挪腾 把这旧有的发电机 退役的发电机通通都拿出来 然后甚至呢去跟台积电买电 最后就是让大家当盘子嘛 明明一度电一元的核电不用 然后去买一度电十二元的电 就是全民来买单 今天早上呢 台北市议会刚好直询 我们环保局啊 其实在台北也有一些 太阳能的发电机组 就是售电给台电 一度电卖多少呢 一度电卖五块 那你说这有何得来吗 台北市政府是赚钱啊 但是理论上是全民赔钱啊 那我作为台北市议员 我能够要求台北市政府 不赚这个钱吗 那也不行啊 但你想想看 好歹是台北市政府赚钱 还会用在社会福利上 那云豹赚走了呢 那如果其他民间绿油有赚走了呢 那不就是肥了他 受了老百姓吗 所以赖清德面临的 第二个选择是啥呢 那就是法夹弯 好吧 用一下核电 那这会面临什么结果 除了被重重打脸之外 其实民进党的支持者会觉得 赖清德很务实啊 没有问题的 所以夏天到了 鼓励大家冷气就开起来 用电用好用满 为什么呢 因为台湾一定要让他跳电 让他停电 民进党才会知道痛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帮忙按个赞 明天监委高永辰要约谈侯友宜 来查35年前发生的台独黑名单 驱逐出境案 被質疑说是不是在对侯友宜 政治追杀 侯友宜今天说他尊重监院职权 但心中坦荡荡 而事后高永辰也发了一个声明说 他不是要追杀侯友宜 只是要调查真相 问题是现在执政的不是民进党吗 那民党政府不是有什么党产会 促转会 历史文件资料 全都在政府的手上 那高永辰想要追历史的真相 不是应该去找这些 相关的政府单位来拿资料吗 约谈一个当时的刑警小组长 到底能够查到什么真相呢 他没有更有价值的案子 可以来追查了吗 黄卫委员 高永辰突然好像是用一种政治追杀的方式 要查三十五年前的案子 那么明天就要来约谈侯友宜 那很多人都认为这个是总统大选之后的 这个一个政治的追杀 而且总统已经选完了 那赖清德就当选 那高永辰到底为什么要这样的表态 其实高永辰会有这样的动作 一点都不令人意外 因为他就是不折不扣的民进党的打手 他就是不折不扣的一个东长的角色 高永辰做过些什么事情 我可以帮大家再复习一下 高永辰过去曾经针对林志坚的学伦案去追杀 因为林志坚他不是抄于正煌吗 后来林志坚跟于正煌都已经和解了 林志坚都已经道歉了 结果高永辰也去追杀一个旧案 事实上是一个当时 因为那个于正煌他是调查局的人 所以有一个这个曾房中的一个泄密 其实过去这个案子其实已经解案了 结果高永辰重新调查 大家就说你是不是太过分了 要帮林志坚来追杀吗 帮林志坚来报复 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 大家应该记得有个非常有名的驱棍囚案 对不对 就是当时段一康说 他指控那个国民党的林昌敏说 他有什么贪污啊什么事情 然后说如果没有的话 我就吞去任何关系 我给你们看对不对 当然后来段一康没有那个吞 因为林昌敏后来没有事情 结果呢 高永辰也帮段一康在报复 报复什么呢 就是那个林昌敏的案子 后来没有被起诉 结果呢 他们去追杀没有起诉的监 那个检察官 而且呢 他就要去弹劾 弹劾一次没有成功 还要再继续的对 去调查 他说因为呢 他说还有一些新的市政 没有把他调查清楚 所以可以看到没有 在蔡英文政府里面 这个应该在监察院里面 是一个非常清高 而且是一个整次官征的 一个监察委员的位置 结果被蔡英文政府 下面的监察委员 做成这个样子 他就变成一个打手 所以我们就常常想说 高永辰你真的那么办案吗 你真的有这样道德性吗 什么几年前的案子 他要追查真相 那陈仁彥你怎么会追查真相呢 那记不记得 今天还最近不是那个陈仲彥 调查非常清楚啊 这里面其实 那个就直接指向陈仲彥 是有接受性招待 结果整个弹劾案里面 压倒性的 就是不弹劾陈仲彥 其中一个不弹劾陈仲彥的 就是高永辰啊 所以请问一下 高永辰是不是永远的 半蓝不半绿 而且可恶的是 他还会帮着 做这种政治性的追杀 那我不晓得 是不是有人指使他 还是他要愁表态 他希望能够继续带在 这个监察委员的位置上 但是如果监察委员是这样 你就能够关门 你 请不回答